保齡食物中毒案 四月一號早上傳出好消息 累計通報人數維持三十一人 沒新增 到目前為止 這個米酵菌素的情況 都是限制在 這個單一家的餐廳的單一個時段 所受到的這個暴露 所以民眾不用太擔心 這屬於個案的情況 而衛福部次長王畢勝也公布 三數項食材檢驗結果 統統都是米酵菌酸陰性 毒素來源再度沉迷 操作上面到底是有什麼樣 可能的情形 又是新的一題 所以當然就驗不出來 這個可能性也是有 要看未來這一些調查的結果 在檢驗石陰性你應該感到高興 或許根本是在原料端進來的 某一個團結裡面 產生的細菌 細菌產生的毒素 經過製成之後 細菌就死掉了 大家推測 源頭恐怕還是在食物原料 醫師蘇一峰也分析 要產生米酵菌酸 細菌需要在有油脂的中性 溫暖環境中一至兩天 先炒好的果條擺著後一天 恐怕就符合條件 前立委身上科醫師沈復雄 則懷疑保齡層強調 有獨家風味熱炒醬 恐怕是少量的聚落藏在裡頭 不過保齡案最後一位通報者 在用餐後相隔九天才出現症狀 在我們的人體會有不同的體重的反應 所以說像小兒科他們就會有同樣的藥物 在不同的體重要有不同的調整方式 另外就是每個人的器官代謝的活躍性 其實也不太一樣 德務專家顏宗海則強調政府下一步 應該先培養唐昌浦伯克氏菌 才能從源頭避免米酵菌酸生成杜絕狀狀況 這兩條網一提特別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